拿完9分之後去到A3 就是做個新合夥的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其實這個真是好送分的 如果你說出在Section C有禁送分 我今天拍片是2019年 如果你是考2020或者21 或者再考之後都還有些禁送分的東西 可能對考生來說是好事 但對整科來說 如果Section C都叫做出這個程度 對於一些概念很好的同學 想見到一些更深的題目 去分成的同學來說 其實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說回題目 格式 三個合夥人的名字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留意不是12月3日 是2019年1月1日 不要抄錯 好 記住格式上的先寫 後寫Capital 和Liabilities 不 Non-assess Non-current-assess Non-current-assess 其實題目就給了三個 你跟著題目抄就行了 Property 豆腐Net 因為題目都已經 其實真的很好人 它已經是按照 一些assess 是否容易移動的次序 都已經排了給我們 Property 是最難移動 Moto-Fence 是最容易移動 它都已經排了給我們 先抄著名字 數字我稍後再抄 我先抄完項目 接著到Current-assess Current-assess 首先你看一下 有Inventory 通常背書都可以看到 接著就是Trade Receivables 為了教學用途 我想寫清楚一點 我先拆開兩行 就是 Allowance for Double Desk 為甚麼我想拆兩行呢 因為我想讓大家分別看到 究竟 To Be收回的Baddesk 和Allowance for Double Desk 分別放在哪裏 要三個多了 Trade Receivables 再下一個就是 Cash at Bank 銀行存款 現在我會做甚麼呢 我會把我剛才 在Question Book那裏 我剛才一直做 我寫了一些圓筆 寫上去的東西 先講Property Property那裏 就是它升了值 100萬 Revalued upwards by 346,000 這個就是Item 1 跟我說的 Equipment那裏 就是Item 5 Carol 帶了新的Equipment 36萬 加5萬 至於Motovance 其實Item 1 就跟我說 Revalued 再加這麼多錢 所以我就抄襲就可以了 好 Inventory 抄襲的 Trade Receivables 剛才是Item 2 就說 有個Beddesk 是可以Recover的 24萬元 這裏會多了2千元 就變成242 Allowance for Double Desk 也是Item 2 就說 由沒有到有 便會弄4萬2 如果你分開寫 你會發覺其實數目挺漂亮的 剛剛好減完出來 好齊頭20萬 Cash & Bank 是你最需要小心的地方 因為它剛才有兩個數目 都是要平衡出來的 在Trade Balance 那裏 數目是287,000 做了兩個調整 第一個 是Carol 會入錢入來 68萬 第二個 是Ron 退休月內天就 380,800 這裏需要小心的就是 這兩個數目 都是平衡出來的 換句話說 如果不幸地 你剛才的部分 有些帳戶寫錯了 這裏自然地亦會發出錯數 好 100萬加346 其實不用按 36萬加5萬41 所以1346加39萬 就是21463 這就是Non-Current Assess的總數 接著到Current Assess 287,000 68萬 308,000 那是566,200 所以Current Assess 那裏自然地加上 1069,200 146 再加上 3215,200 466,200 466,500